2012海蝦兩岸棒球對抗賽 兩岸八強決戰交鋒 12日4號起上午10點及下午3點 超市現場直播 我們要用柚子來煮烤肉醬 柚子一放進來 我們要把醬油跟香油加進去 OK 它就變成一個很棒的 烤肉醬 牛小孩差不多目前是5分走 把它往裡面進去 可以聞一下它的味道 哇 就是這個牛小 今天下午6點晚上10點 超市現在有健康 您現在收看的是 超級電視台 你是當時是為什麼說 逃過死結識什麼樣的故事 應該這樣講啦 就是我以前我是一個很TEE的女生 我大概25 245歲的時候 為一個很好的姐姐 他就說因為我感情沒有很順 他就幫我介紹一個男生 那我不喜歡那個男生呢 是因為他很姓什麼季公 然後每次什麼事情 他只要出國去出差啊什麼 就一定要問那個季公 那我心裡想說 哇塞那你要不要去問季公 要不要跟我交往啊 那我們交往之後要不要問他 我們要不要結婚啊 之類的 我就拍一次 那有一天呢 這個姐姐打電話給我 我打電話給他 那個姐姐就快哭了喔 在電話那一天快哭了 我說哎呦你幹嘛 這麼感動嗎 他就說你怎麼知道我找你 我說我找你什麼事情啊 就說 你一定要去改名字 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那個男生 真的拿我的名字去算命 就講那個季公 然後他就比方說 寫了我們三個名字 然後那個男生呢 就那個季公呢 就指著我的名字 我那時候本名叫李美琦嘛 他就指著名字說 哇我這個女生的事業非常好 工作非常好 但是他30歲會死掉 哦 好可怕 對啊 可是我還是很鐵齒喔 我沒再怕的 因為我基督徒嘛 我沒再怕的啊 所以我在電話裡面 我聽到 因為那姐姐都快哭了喔 我就說 喔他講我失業會很好嘛 可是我叫玉菲耶 然後那個姐姐說 啊這樣算有改嘛 我就說有啦有啦 這樣有改啦 好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一直到我29歲那一年 有一天呢我的會計師 他姐姐是那種什麼靈修的 自己住山上 然後他就跟他姐姐講說 他認識我 他姐姐就看著電視 然後就開始論文的命 就跟他妹妹講說 我很好啊 然後這個女生很好喔 怎樣怎樣 啊你還要去改名 然後後來 對那個會計師就跟我講 29歲那一年 然後我聽到我也沒感覺 但是你就會放在自己心裡面 對這都是小種子 對不對 欸為什麼都講30歲 好我還是沒理他 後來呢 就是要介紹我男朋友那個姐姐 因為他有在靈修 他有在一個老師那邊學 有一天他就帶著我去 因為我基督徒嘛 我覺得這個好妙 然後那個老師就是有在版書的老師 然後我也沒有要問什麼 但要走了那個老師就看著我說 你都沒有要問的事情嗎 然後我就看著他說 嗯 有啦我只是想要改名啦 然後他就看著我說 你要改名啊 你必須要改名啊 所以基督徒耶 對 因為他聽得到菩薩的 那我哪相信他啊 我就說 喔菩薩說 我要改新名字 然後我不能叫李玉菲 喔那我不要改了 然後那個老師就 深呼吸 他就跟我說 沒關係 菩薩滋賓 就是菩薩滋賓 菩薩滋賓 對 他就說菩薩滋賓 他會幫你想一個新的名字 好不好 我說好 我竟然呢 我就對老師講說 麻煩你幫我跟菩薩講不用了 然後頓死 因為他有很多學生嘛 好尷尬 幫我那個姐姐快架死了 真的 因為我後來還知道說 原來就是像這樣通靈的老師 他們講說菩薩都會說 請你去找命理老師 取名字 再拿來給菩薩看 可是我呢 菩薩直接講說 我幫你想一個名字 可是我當場拒絕 我就說不要 然後後來 老師就深呼吸 就跟我講說 好沒關係 菩薩滋賓 他就說 菩薩說 你下個禮拜再來 他幫你想一個名字 如果你喜歡就叫 不喜歡就不要 OK嘛 我想一想說也好 因為那個是 又不用錢 我就想說好 我就丟一百塊 我就走了 下個禮拜我就去 我就帶了一個朋友去 因為他們要問事 好啦 結果老師就看著我就是笑 他就說 有沒有很期待新名字 我就說還好呢 我就是 你真的給你去 還好 然後老師呢 然後就把我的名字寫在紅紙上 後來老師就叫我拿回去 壓在枕頭底下三天 然後三天後才能看 規矩好多喔 對 他就說你三天後看 如果喜歡就改 不喜歡呢 就什麼掛金兩支 然後劃掉就算了這樣 好了 我三天後睡起來 我還在剃氣喔 我在床上我還想說 什麼名字新名字 怎麼可能有人叫見鬼了 我一打開啊 我就整個坐起來 菩薩我改了 因為呢 我的藝名叫玉妃 寶玉的玉嘛 是 那菩薩幫我取的 叫李毅妃 是如藝的藝 但我就突然想到 因為我雞皮疙瘩 因為我們很多製作人 私底下跟我很好 都會叫我 一輝一輝 開會囉 喔 還可以 對 一輝一輝 我就說喔 要改啊什麼的 然後我還跟菩薩談條件喔 我還跟菩薩講說 因為我基督徒啊 可以麻煩菩薩 一定要幫我改名字 的過程當中 要很順遂 因為我爸很大男人 我爸是知道我要改名字 因為打算我的腿 我媽又基督徒 我媽哪相信這些啊 結果沒想到 一路非常的順遂 然後後來老師 私底下就跟我說 你知不知道菩薩 為什麼要叫你李毅妃 而不是李玉妃嗎 我就說為什麼 他就說玉妃 工作上很好 但是他說 我就說 我覺得菩薩應該是希望 我事事如意啊 對不對 所以叫李毅妃嘛 老師就說不對 老師就說你要把那個 意字拆開來看 如意的意思是一個立 一個日 一個心 但因為我很活潑 然後老師就說 因為我很愛笑 他說菩薩希望我站在這邊 我的心就是像太陽一樣 要讓大家覺得溫暖 他說菩薩這有這個意思的啦 什麼讓你事事如意而已這樣 對 後來我就發現 好像真的耶 靈靈中有注定嗎 這就蔡香氣老師 你覺得真的有這種名字嗎 一看就說你這個名字 活不過三十歲 怎樣 真的有這種名字嗎 我是覺得 以一個人的名字來斷生死 是說的太過了 因為一個人的命運的整體結構 它是很多的多元因素 那你把其中的一塊 尤其就是說 後天的名字的這個部分 它是一出生之後才給的 它不像你的出生年內日時 那個命運的命格 命中注定 它是命中注定的 你要怎麼改 改不掉 橡皮川也擦不掉的 要剪的剪不斷 所以那個力量 它是沒辦法超越過你的命格的 它是後天拿來調節先天的一個 補運改運的一個修正的一個目的跟效果而已 所以用一個名字來決定一個人 到底能夠活多久 我從我的專業角度來看的話 是有點收過頭了 可是小胖老師好像有幫一位女藝人 改了一個口很多的名字 它就叫得很好